《经济日报》的版块分析 今天推介京东集团 选择原因是 京东在8月23日公布了中期业绩 2021年第二季的收入 按年增长26% 到2,500亿元人民币 经调整盈利 按年倒退22%到46亿元 主要的电商业务 即是京东零售 第二季经调整经营利润 按年增长23%到60亿 经营利润率2.6% 按年持平 管理曾提到 京东零售的利润无利率 即是计及货物的仓储送递成本 按年提升30个基点 而经营利润率 在剔除去年社保宽减后有改善 市场看法上 在现时中央对科网、平台企业 多番监管的大环境下 京东监管风险 较阿里巴巴和平多多为低 例如招银国际就提到 京东的子公司 都不是国家规划布局内 重点软件企业 因此就不会受到 中央有意收紧重点软件企业 优惠税率申请所带来的影响 摩根大通预期 京东2021至2023年的收入 年复合增长达到22% 每股盈利达 年均复合增长4.3% 给予目标价360元 对应核心电商业务 是22倍 2022年的预测市盈率 以及计较已分拆业务 包括京东物流、京东健康 和美股上市的达达 市值达三成折扬 策略上 京东集团股价至2月高位422.8% 跌到业绩前最低水平236.4% 累计回调幅度是4.4% 好过美团油高位回调幅度达到6成 和阿里巴巴高低位回调幅度达5成 腾讯高低位回调幅度有4.6% 多少反映了市场对各企业 面对监管风险的受影响程度 策略上京东业绩之后 上个星期反弹2成6 收报304.8% 打破至2月18日高位引伸出来的下降轨 短线留意286元买入 上网315元 失手272元就要止蚀